客运园区目前最大的优点 其实看起来就是 我们之前讲过 自白病 但是就怕101病 我不知道有没有 我们这个区域分析 这是回到了北部 其中桃园是近期 房市可以说相当火热 不管是大矽谷计划 或是航空城议题 甚至说脱北潮 都是它现在价格 会推升的一个关键 对不对 没错 如果你还不知道 目前桃园热门的地方 都在哪里 我们就来开一系列 这个桃园区域介绍特辑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也可以按赞留言 让我们知道 首先我们就来介绍 靠近桃园机场的客运园区 这里其实在2005年 就已经开发完成了 但是直到近年 才慢慢的有一些发展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其他地方 也渐渐的变贵了 很多人被推挤到这边 而客运园区成立的 主要目的 就是要配合航空城计划 提供完善的货物 以及旅客的转运中心 加速桃园航空城的发展 所以在区域发展的早期 喜来登酒店 桃园航空城酒店 民航局 万商物流 立风物流 台湾宅配通 等等的业者 就已经进驻了哦 不过随着发展 客运园区也慢慢转变成 三项特点的一个园区 第一个是 新兴优质商业中心 提供了这个 航空城产业相关客 以及货运的转运中心 第二个呢 是航空城与工业区 相关人才的居住社区 便利的交通区域嘛 所以吸引了 航空城相关的 产业人士来定居 第三个呢 是宜居的 高品质生态住宅社区 区域内的公共设施很多 比较多的公共设施比例啊 跟高率负率啊 以及大面积的皮糖啊 为主轴 来打造一个舒适 悠闲 而且永续生态的社区 那区域内呢 有三个大皮糖 分别是 甘蔗皮 打架皮 电子皮 皮糖的周围 都是可以走走散步的哦 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客运园区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 叫做电子皮 皮糖的皮 各位可以看一下 这边有个皮糖 那在皮糖的另一端呢 你可以看到 那有开始就有一些 这个户外定点的广告了 那一整排呢 全部都是接待中心 那待会呢 我们就过去看一下 这边目前呢 也算是在青浦周遭 比较夯的一个区域啦 电子皮 你知道英文怎么念吗 我念 DAM Ziphan OK 目前区域内有大元国中 未来潮英国小也预计 千效于此 那在交通方面区域内主要是以五条道路为主要道路 分别是大关路 环区西路 环区南路 环区东路 环区北路 而大关路更是对外的主要道路 可以前往大元工业区与大元市区 观音工业区跟草踏重化区 其中国二甲的镇头交流道已经完工哦 但国道二号就不需要穿越市区了 而之后国二甲也将一路延伸至61快速道路 预计是在2029年完工 而结合刚刚我们说的 可以发现交通量有很大程度都集中在大关路上 再加上前面有提到的物流公司也在这里 所以是会有货运的卡车行经的要注印安全哦 在环区西路上可透过广大路连接月桃路连接青浦 另外虽然现在尚未全线开通 但是未来可以透过环区北路连接航程路二段 抵达大圆捷运站或是直接上国道二号 可以有效的减缓塞在大圆市区内的时间 那在科运园区的北侧将新设一个大圆智慧科技园区 总面积达44公顷 预计引进智慧纺织 电子铃组件 化学材料 机械设备 技术研发等产业 有望与航空城开发相辅相称 而目前开发计划与公益性及必要性报告 接已送中央审查 预计在2026到2027年可以完成园区的开发 其中位于大圆智慧科技园区内的潮英国小 将签效至客运园区内 那在土地分区上呢 其实快要三成的土地都是商业区与 航空客运服务专用区 而且都是集中在客运园区的前段 而中后段就是住宅用地和学校用地了 所以越靠近后面的区域就相对轻优点 还有大圆区首座 体育园区将坐落在工艺公园 规划的设施包括了温水游泳池 综合球场 桌球场 桌功能韵律教室等 预计在2028年完工 那前面讲了这么多的优点 也是该来就是讲讲一些 可能大家会在意的有点缺点的部分 那首先呢就是生活机能 这里连这个便利商店都相当的稀少 区域内只有四家 目前所有的生活机能都要去依靠大圆市区 就算是这边发展起来了 应该暂时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那再来呢就是物流的大卡车问题 虽然这边道路是宽敞的 但是很多这个物流据点都设立在这边 大卡车常常会进出 所以在交通安全上应该要更加的小心跟注意 那在交通方面呢 这边非常依赖开车或骑车 因为区域内比较少有其他的交通方式 公车的班次也不算多 所以其实是有一点点不方便的 那接下来是工业区的问题 附近就是大圆工业区跟观音工业区 还有未来的这个大圆智慧科技园区 虽然有很多频道都说这个工业区啊 对于健康没有安全的疑虑 但是大家心里应该不免俗的 都会有一点点担心以及害怕啦 就是大家会在意这个点啦 那再来最大的问题就是 客运园区啊是位在机场航线的下方 这应该没什么好说的啊 就是会有噪音 那至于吵不吵其实是很主观的 有些人可能觉得这音量还好 小朋友吵都更吵 但有些人觉得这音量不可以接受 就看你对于这个音量的忍受程度啦 像是我们这个剪辑师啊 这种整天戴耳机 耳朵早就坏掉的人来说 或许他就觉得无所谓啊 所以还是要到现场听听看 才会知道自己的想法哦 那我们有附上一张图 就是机场噪音防治的区域图 那客运园区呢 是位在南港里 属于第一级航空噪音防治区 所以还是会有一定程度的噪音的哦 那这边团案超级多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非常推荐你来这边晃一晃 那我们又选五个建案 来跟观众分享哦 好 传家乐 这个建案呢 位于整个客运园区的中后段 对面呢就是甘蔗皮 对于喜欢水井的肯定是大家分啦 另外附近有了四公园 公三公园 篮球场等 不过虽然位于客运园区 比较靠后的区域 大货车比较少 但也跟前面提到的 飞机噪音范围相当近 这可能需要多注意哦 再来是高层军品 这个建案的后面 与斜前方就是公园 然后距离两个皮塘都很近 不过这个建商 在网路上的资料不多 比较少人分享购入后的心得 但这个建商的其他建案 就在这个居品的旁边 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看看哦 上圣爱丽 那这个建案呢 其实算蛮有名的吧 毕竟有请明星当作代言人 还有请知名房产频道来开箱 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去看看他们的影片哦 他的位置呢 是真的还不错 旁边就是大元国中 后面是朝英国小的预定地 未来的教育资源是很丰富的 对面呢 就是打架皮 蛮适合国中生的 什么意思 可以去打架是不是 对 这是字幕君的梗是吧 没错 他按摩的梗 我听懂了 他在呢 是嘉瑞上学 这个建案呢 是围在前一个案子的后方 所以距离这个大元国中 跟朝英国小的预定地也很近 但距离皮膏就有一点点距离了啦 不过不是围在主要的干道上面 所以车子的吵杂声 应该相对的少很多 也会安静多哦 然后是在今年三月刊案的啊 然后在我们这个搜集资料期间 其实是已经快要卖光的 嗯哼 那再来是邪圣双子星 这个建案比较靠近 环区北路 未来可以透过航程路二段 连接到街运大远站 算是蛮方便的 不过附近有蛮多物流中心的 大货车可能会有点多 这一点需要多多的注意 另外其实对面有一家警察局 但是人民的保姆会安心嘛 就是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吵闹 这也是要多多注意啊 这大家看大家怎么想啊 有人半夜被压进去 这之类的 喝酒闹事 之类的 OK 好了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啦 那客运园区 目前最大的优点 其实看起来就是价格 我们之前讲过 便宜自百病 对不对 但是就怕101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但是至少自百病 对不对 他只要亲谱一半的价格 那目前的开价 差不多都在30到38万之间 你比起亲谱或桃园市区 算是比较便宜的地方 那虽然说生活机能呢 可能现在还没有那么充足 但是如果你可能有车子 可以吹着吹着 就去买足你自己要的东西 这种生活方式是 你习惯的话 那你可以看一看啦 对不对 毕竟有人说 那房价下来 我就要买房 但是现在这个房价 30万到38万一瓶 够便宜吧 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要 是不是 你去看一看再说嘛 没错 因为这个生活机能 有时候是比较出来的 对不对 也许只有四家便利商店 但是这每一家便利商店呢 店员都很亲切 你仿佛 就是到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那种甘霸店的感觉 给你一种亲切感 你买得很开心 是不是 甚至有些人在说 这里会是下一个亲谱 对不对 虽然说可能是有点难度 但是有梦最美 是不是 没错 毕竟亲谱的优势 就是高铁跟捷运 虽然说我们客运园区 目前是只有捷运 但是有捷运 很多地方连捷运都没有 对 虽然说有一点点勉强 毕竟他还是有个捷运 所以不管怎么看 你的眼光看远看近 都要去现场看一看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防老吉 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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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